今天咱们不去公园 给大家介绍一双鞋 那这双Easy Quantum 椰子的第一双篮球鞋 那我们大家买到的是它的 Life style 休闲版 你没穿 那等一下穿 哎呀这好大呀 其实这双鞋的鞋盒 跟以前也有一点不一样 就别的细节咱们就不说了 就是它这个鞋盒 这个颜色这块鞋的是 Quan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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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它给自己的这个鞋 命名了一个颜色 这还是有点酷的 这双鞋的鞋面 它用的是这种Prime Knit 然后加了一点网状的针织物 所以就很透气 它虽然是个高官 但完全不适合冬天在 冬天在户外穿 要带孩子去室内的篮球场打球的话 没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给孩子买这双 稍微有点大 因为端端马上就冬天了嘛 觉得它可能明年春天的时候 穿这双可能会比较合适了 这个鞋底是这种奶油白色 露出了一点点的这个Boost 对 这双鞋有Boost 所以孩子穿起来也能够感受到 它的这种软弹 绝对的舒服 就是它的侧面 还有后脚跟的位置 都有3M涂层 灯打上去会反光 所以孩子在晚上 外面的走路的时候 打上去的这种反光 多少也能引起这个司机的注意 对孩子来说 也增加了一些安全的宝像吧 如果你这双鞋的鞋面 你看它都特别的平 所以是小胖脚的宝宝 穿起来可能会有一点压脚 就这双鞋只有全号 没有半号 成人选鞋可能有一点问题 就是如果你是 比如说8号半 7号半这样的 只能是往上选或者往下选 不过就孩子来说 那个妈妈们都知道 孩子的脚都会慢慢慢慢长大嘛 孩子现在如果是半号的脚 就选择那个 它往上一号的这个全号 应该是最合适的 那这双鞋主打的就是 未来感 不知道他们这一代 然后的篮球鞋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 这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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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ased 。